大家好,欢迎来到纽约大都会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魅力旅人 时尚彩妆及美容工作坊的温迪老师 温迪老师,您好 非常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那如果大家想知道温迪老师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呢 首先我们就要来看一场大变美丽的现场秀 大家看看现在是我素颜的样子 一会儿温迪她会在我脸上施以彩妆和发型的改变 那么我们一会儿来看看 经过她的装扮之后 Let me go 手就拿着 真的没有关心 好的 大家看到之前的我跟现在的我 有什么样的区别了吗 魅力无限 这都是我们的温迪老师一手创造出来的 相信你也想享受其中的无限的美妙 接下来我们跟温迪老师有几个问题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温迪老师在 她的美容和彩妆方面的非常多的心得和体会 没问题 好的 温迪老师 您创办的这个魅力旅人时尚彩妆及美容工作坊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的一个美容店呢 还是小作坊呢 那中间您是怎么样发展起来的 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其实我们魅力女人其实是一个工作室的一个形式 并不是一个店面的一个形态 那追究到底的原因呢 其实我并不是想要以一个店面的形式来经营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 其实我是想要给所有来这个工作坊的所有的客人 一个VIP的service 对 也就是说她进来 因为我们的环境是非常优雅 非常的舒适 所以我们一次基本上只接待一个到两个客人而已 哇 那真是VIP的代理 是的 然后非常的享受和是一种美妙的一个过程 跟非常非常的放松 那所以我们在工作坊里面所有的service 所有的服务其实都是属于一个量身定做的一个形态 也就是说你来 我们会针对你的皮肤你的肤质 来跟你做一个最精确跟最彻底的一个皮肤的分析 然后再跟您分析您的这个皮肤的问题 到底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 很多的美容院你们去的时候 他可能只是告诉你说 今天你就做这个疗程做这个疗程 对 但是它其实并不是真的 帮你真的解决了你的皮肤的问题 对 每个人的皮肤问题都不一样 因为其实很多的皮肤的问题是在从内发出来的 也就是说比如说很多人有长青春痘啦 长皱纹啦 有脸上有很多斑点啦 甚至很干燥啊 过敏等等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这个原因的造成的原因 我们必须要把它找出来 对 而且它其实很多的时候都是因为身体的问题而发自于外 由它这个身体的足述而展现在皮肤上而变成我刚刚说的这些状况 皮肤的问题 所以如果说一味的只是来做脸 其实并没有办法真的去根治到这个皮肤的一个问题跟状况 对 做了一次第二天又回复脑的样子了 或者是可能你会发现 深层来改变它 对 你会发现说可能从做完一两天两三天还很好 然后之后就又回复原状了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 对 所以在我的工作室里面 其实我是帮客人有从内也从外一起的调养 让他的皮肤可以真正的improve而变好这样子 那这个是我们美容疗程的一个特色 这是非常有特色的 就是它从根本上来解决你的皮肤的问题 让你从内到外的焕发出自然的美丽 你看Wendy老师您的阅历和资历都非常的丰富 您拥有纽约州的高级美容彩妆师的执照 有iTech的国际美容彩妆师的执照 那您能给大家介绍一下iTech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吗 iTech呢 它是一个国际性的美容彩妆 还有头发的一种认证的一个考试的机构 那如果说通过这个考试的机构 通过它的考试考出来的话 那它是一个国际认证的一个执照 那也就是说它可以在国际性的一个 国际性的工作这样 而不是只是在美国 非常的不容易啊 那您还有更多的时尚资历 我们看到您曾经是纽约时装周的 纽约那个华裔小姐选美大赛 和美国天使模特大赛的指定彩妆师 那非常的 应该是很开心的事情 去经历这么多的美妙的一些时尚的 event 那么您在中间有没有碰到过一些有趣的人 或是或者是有什么有趣的故事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呢 我想讲一下其实他们这些是比较不一样的一些 event 那像纽约时装周的话 它本身是很多的不同的设计师 或者设计师或品牌他们的模特的走售 什么样的妆容 那主要的化妆师就会跟下面的来的化妆师 所有的化妆师做一个沟通 沟通完以后呢 那就是因为模特上场的时间 是非常非常快速的 所以基本上它的可能这个妆 可能大概30分钟就要化完 或20分钟就要化完这样子 那所以就是会是一个 那球会很高 对对对 就是一个蛮挑战性的一个 一个活动我觉得 对对 非常的有挑战性的 那您看您将哪个 那像比如说像 选美像纽约华裔小姐选美啊 或者是天使模特大赛 他们的不同出就是说 他们不是一个指定 你一定要怎么化 但是就是跟 当然是要根据场合 根据他比如说 他现在是出去拍外景 还是说 他今天是在棚内拍 或者是他今天是要上台了 要比赛 当然会有不同的妆容的要求 但是这些不同的妆容的要求之下 我们会看这个比赛的选美小姐 她的一个脸上 她的特质来帮她设计 她在这个妆容下 要怎么去变化 来更凸显她的一个美 凸显她的一个特质 她的气质出来 所以是不太一样的 一个部分 对 我听说那个Vendy老师是 非常有自己多年的经验 就是根据每个人 不同的脸型啊 複製啊 然后打造每个 属于每个女人 她不同的美丽 装扮她自己独特的这种风格 那么您看看 像我是属于什么样的复制和那个就是style形态 您觉得我应该朝什么方向来装饰自己呢 其实刚刚我们在帮冬宏主持人在做她的造型的时候 其实我在边化妆的时候我就边观察她的皮肤 而且我也有边跟她做一些沟通了 其实冬宏呢她的皮肤是属于比较属于混合性的皮肤 也就是T字稍微有一点 好那两颊是属于中干性的皮肤 那但是就是她的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 我就把你的小秘密透露出来了 不能说太多 可能就是在 虽然是属于混合性的肤质 但是呢 还是脸部还是有点缺水的一个状态 所以冬宏要很注意 要比较注意保湿 对要保湿 对而且如果说在我们的脸部一个缺水的状态的情况下 那会很容易造成一个我们皮肤的一个干燥 也就是说我们容易出现细纹 那如果说容易出现细纹的话 那是不是我们上妆的时候 笑起来就会有很多细细的纹路 其实就并不是很好看 对这是对人最大的杀手 所以听说Vandy老师那边有这个除细纹的 这个妙所回春的药 所以下回我一定要去试一试 其实不是要 其实我们是有一个非常好的除皱的一些方法 还有产品跟眼霜 然后通常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都会还会配合产品 还有我们独特的一个眼部的按摩的手法 所以可以让这个细纹比较快速的就可以消失 那当然不只是细纹了 还有黑眼圈啊 眼带等等 那现在我一定要去体验一下 因为刚才你在给我就是彩妆和发型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非常的享受 然后觉得从内到外都重新换然一新 所以这是一种很美妙的这种女人 应该去体验一下的一种对自我的个人价值的增长 是的 对 然后呢 我知道您有经常进修新的技术 然后呢 有经常去了解和学习那种最新的时尚的元素 那您能给我介绍一下 像你们的魅力旅人时尚彩妆和美容工作坊 都有哪些特别的服务项目呢 其实任何会让女人变美的项目 都是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坊里面会提供出来的一个服务 那包括呢 从最基础的我们女人怎么样 我们的皮肤要保养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美容的护肤的疗程 还有就是像整个身材的一个保养塑身啊 排毒啊 然后还有就是从内而外 所以呢 到后来我们就是有彩妆 帮大家 帮进来的女生化妆化得漂漂亮亮的 然后还有帮她的头发做造型 做搭配 那另外呢 除了这些服务之外呢 其实我们还有提供很多的教学的课程 所谓的教学的课程有就是包括个人的教学的课程 也就是说可能您不晓得自己怎么打理自己的皮肤 或者是不晓得自己怎么化 该怎么自己化自己的妆 很多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 那还有比如说你也不晓得自己的头发应该怎么弄 那这些我们的课程里面都会有所谓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魅力增值的 个人魅力增值的课程 那以及我们还有提供很多就是想要找工作的专业课程 对 为什么您会有这个找工作是关于就是美容彩妆方面的工作 对吗 是的 就是像美容我们有专业的美容师的培训课程 然后有专业的美容师的执照的培训课程 然后还有呢就是专业的彩妆师 专业的发型师 专业的整体造型的造型师的培训课程 对 非常棒太好了 我想很多女人都会迫不及待的到您的工作坊去体验一下 因为您看您有这么多年的时尚的经验 然后有最新的技术 然后再将这些时尚的元素和美感融合在一起 来像施展模法一样 施展到每个女人的身上 让她们瞬间焕然一新散发出无穷的魅力 所以呢 这个呢 这个呢其实也是我的工作室为什么叫做魅力女人的原因 因为我希望走进来的所有的女生呢 她们都可以变得有魅力又美丽 所以就叫做魅力女人 谢谢 非常感谢 今天非常感谢 温迪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然后带给我们大家 关于美容彩妆和妇妇 个人魅力争执课程方面的知识 我想 下次我们可以再去体验一下 去您的工作坊去亲自体验一下 这其中的一些完美的享受 没问题 谢谢 那观众朋友们可能还觉得没有听过还想了解更多 那不用着急 温迪老师会在我们的节目中定期给我们举办一些关于美容彩妆和保养皮肤方面的讲座 那么您会学到更多 敬请大家期待 下次节目再见